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说 今年的这个干辣椒的价格上涨了不少 和去年同期比的话 可以说是出现了暴涨 你像比较常用的这个朝天椒 一些主产区批发价是从美金的5块钱左右 涨到了10块钱左右 那这次干辣椒上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干辣椒的价格未来走势会怎样的 市场上的鲜辣椒的情况又有什么变化吗 那近期呢我们消费主张栏目的记者呢 就去到了我国辣椒的主产区 山东省京香和河南省浙城 来一探究竟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蔬菜批发区 是中原地区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在鲜辣椒批发区 辣椒品种丰富 商货们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鲜辣椒 大都是来自海南广东广西等南方辣椒产区 这个批发商的辣椒来自海南产区 该批发商告诉记者 除了薄皮圆椒和穿洁价钱持平外 其他的几个品种都涨价不少 是青绿的 青皮椒 对 现在是买三块八四块 年间没有这个东西了 就是买两块 两块多 这种辣椒是三块椒啊 现在跟它收价 三块多 现在咱们是买到四块多 这变化大是吧 这变化大 年间这个价格是满三块 两块七八公元 这位批发商解释 鲜椒近期大部分涨价 主要是南方产区鲜椒收获 进入了收尾阶段导致的 现在已经要这个辣椒不住了 本来是哪时候一天可以收 一天可以收了 四十八天都快收一了 现在五六天收一的差 那为什么呢 两销 这名批发商的鲜椒来自山东寿光 主要是大棚辣椒 他告诉记者 大棚椒今年价格偏高 原椒批发价春节前四元多 现在五元多 鲜椒批发价格春节前三点八元到四元 现在五元多 螺丝椒涨的是最多的 春节前批发价来自南方的四元多 现在山东寿光的是八元到九元 该批发商解释 大棚椒今年价格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去年寿光遭遇了洪涝灾害 早回家以后 又到晚期以后 有的名 大批辣椒都碾到年前了 年前给南方的 对着它 对着它 对着一块 加上年前有的偏低 现在过了去年以后 他晚期的种的少 这名大棚鲜椒批发商告诉记者 季节性因素也是导致目前 鲜椒上涨的一个原因 今年这个东西 刚好干上这一波段的情况不解 就是那房天快下去 北房天大棚没大量上市 明年到时候走一个情况不解 所以这几天那个辣椒 比往前通期要稍稍稍一点点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 果蔬寡理部副总助理张磊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上鲜辣椒 基本还是南方地区的违惑 大棚椒并不算多 到4月份 4月15号 当年这个悬辣椒全部都减熟了 王胜收光了辣椒 今年辣椒的甲味稍微赏富了一点 比去年辣椒贵上一块钱到两块钱甲味 记者在河南蔬菜市场调查了解到 鲜辣椒今年行情总体是上涨 涨幅并不算大 但是在河南调味品批发市场上 记者发现 干辣椒也在上涨 上涨幅度却很惊人 这位干椒批发商告诉记者 各个品类的干辣椒相比去年几乎都涨价了 北京红今年现在是卖到8块5一斤 然后往年的干辣椒北京红的话是卖到3块多 4块 现在现在那个子弹头 就是有那个火锅用的那种香辣型的干辣椒子弹头 它像往年的话也就是在7块多 今年的话也达到了12块多 只要是干辣椒都在涨 像这个二斤条也在涨 只是说涨幅比较小一点 往年的话是在9块多 今年达到了13一斤 这名批发商说 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朝天椒的一种三阴椒系列 精品三阴椒可以说是暴涨 从我们这场产地发过来以后 批发的市场基本上到13左右 就像往年的话 这个干辣椒才5块多一斤 5块多一斤 对 那涨了一斤还多呢 那价价一番还多 这一名批发商就来自浙城 主要经营三阴椒系列 他告诉记者 今年的干辣椒行情 他从业以来还没遇到过 价位是我干以来就是变化最大的 你干多少年 最高的 就是四年左右 然后家里边我爸都在做这个辣椒 这位批发商说 他家以前存的精品三阴椒全都出货完了 现在只有统货 也就是一般货 统货价涨得也很高 今天最低批发价9.8元 农货市场卖到十几元 而且收货也不好收了 辣椒少你还是会下去找货呀 比以前量少了 但是没有以前来的量多 以前就是一车货四五吨 现在就是降到一两吨 来货少了 万邦国际农产品调味品总经理助理周鲜告诉记者 从数据来看 从春节到现在 干辣椒无论从价格上还是交易量上 变化都比较大 单从这个三阴椒的行情来看 春节前的批发价美金是8元左右 现在美金是12元左右 涨幅是比较大的 从交易量上来看 和春节前相比是下降了20% 这个具体原因还是产地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河南浙城辣椒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干椒交易市场 商家300多户 从事辣椒交易的经纪人2万多人 市场年干椒交易量达到45万吨 交易辐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 素有干椒价格风向标志成 凌晨6点开始 市场交易区人头攒动 种植户 商贩 辣椒经纪人 看货 验货 讨价还价开始交易 记者走了一圈发现 这里的干辣椒主要以三婴椒系列为主 大堆小堆的干辣椒并不算多 交易达成的也不算多 要种辣椒五毛线 八毛线 要都是八毛 六毛 它的辣椒拼农不是太好 知道吧 它有这个小盘 它要太长 食量不是太好 辣椒经纪人刘玉宝是浙城本地人 主要为客户代收精品三婴椒 刘玉宝告诉记者 最近精品干椒越来越难收了 原因是市场上货比较少 价格比往年高了不少 即便是一般捅货 货也不多了 卖家要价都很好 唐志豪一家一家看货看价 您师傅 您这么说白奶奶 人家质量太大 他这个外套怎么办 他这个外套怎么办 他这个外套不太好 他这个质量不太好 他这个质量不太好 这个比上家质在哪儿啊 给他查个性胶 脚性胶又晃 这个卖家自家种了八亩辣椒 也从种植户村民那儿收获 他认为货少了 价儿就得高 刘玉宝说 这就是现在干胶的行情 今天想收到物美价廉的 精品干胶又得多转转 并且多费一番口舌 和刘玉宝一样 这位来自江西的干胶经销商 也一直摇头 往年来这城很容易就把业务完成 今年就进展不顺利 看了几家了都没成交 现在也不好收啊 你看这么大市场上货也不多 像针对这个好辣椒啊 还有赏 是吧 所以说市场上它就这样 你不好收 你收经销商那边要吃 你要卖 那也得收啊 收我们的什么意思啊 这边收一点 才在这边冷库 是吧 进去发口气 记者观察了20多分钟才发现 有一笔成交装车的交易 三英交精品成交价格10.5元 卖货的商贩告诉记者 他这批货赚了不少钱 因为这些货 是他去年在山东京乡低价收来的 这个商贩告诉记者 总感觉这行情价格还得涨 自己卖的有点卖亏了 我考虑买的还低 为什么 为什么我考虑还得涨 货量少了 它没有它不涨 实际上 这是实际上 那你就是认为每年 这些货量比每年少了多少 那少了太多了 上午9点多 记者在市场上发现了刘玉宝 又看了5家 刘玉宝才收到了自己满意的辣椒 记者在浙城辣椒批发市场了解到 目前除了三婴椒价格翻倍上涨万 花皮三婴椒价格从去年的三元上涨到五元 北京红辣椒去年价格三到四元 今年七点六元 个别高辣度的辣椒批发价比去年也上涨了一些 河南产区干辣椒今年涨价因素有哪些 正值春耕时节 今年的辣椒种植情况又怎样呢 记者在浙城县牛城乡田地里 找到了浙城县辣椒协会副会长郑海华 郑海华也是当地辣椒合作社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当地天气灾害是这次干辣椒上涨的直接原因 去年我们是这样子 有个大台风过来以后 我们这儿是连续下了两天的大雨 下以后当时我们辣椒地的水都有这么深 辣椒最怕的水淹 水淹过以后辣椒很快就死掉 去年的话我们整体的辣椒 满地的都是水 减产去年的产量 给前年相比至少减产半至30到40 郑海华说 2016年和2017年辣椒收获季节 都碰到的连烟雨天气 也导致辣椒减产 还是供求关系 还是市场上辣椒太少了 因为16年17年18年 连续三年的减产 以及老百姓种植的经济性不是很高 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绝城的三烟椒 这个村有量非常少 郑海华分析 从浙城地区统计来看 相比去年 2018年产量比2017年 减少了30%到40% 郑海华告诉记者 目前浙城地区正在大规模 播种育苗截断 当地很多蛟农 看好今年的辣椒前景 他所在的合作社 去年种植了500多亩 今年就增加到了2000多亩土地 种植辣椒 预计今年产量将会增加 山东省金香当地百姓采用辣椒和大蒜套种的模式 因此辣椒产量巨大 金香地区的干辣椒行情怎样呢 一进到金香县地界 眼前到处呈现一排绿油油的景象 李小波是华宇乡早立村村委会主任 他告诉记者 田地里那些比较矮的大棚里都是辣椒苗 那今年这个辣椒苗咱们种的多吗 今天种的比群也多 也不算比群也多点 也没大意思 头今天种的就是说 老本人种的这个辣椒 到春节以后买 卖不了好价格 他现在没干不再割了 他现在今天也就是说 他都少种的也不种那些了 李小波说 村民种植辣椒积极性不这么高 除了前几年干辣椒价格偏低的原因 还有其他因素 让村民们不愿意扩大种植面积 在大蒜地里 我们碰到了种植了十多年辣椒的村民周汉民 这几年周汉民家辣椒地一直都是三亩多 周汉民说 在育苗前辣椒就看长了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多种 一个是天不愿意在我地块 尤其是怕盐 别人也不甘种油的事 周汉民说 前几年辣椒价格比较低 也不稳定 好多村民都认为 种辣椒不太挣钱 就减少了种植 去年又逢高温天气和雨水天气 辣椒损失惨重 秋天辣椒收获后 大家陆续都低价卖完了 现在家里早就没有货了 减产一半 减产了一半 听说这个月干辣椒价格还在上涨 看看这辣椒苗不错的涨势 周汉民感觉有些后悔 稀的少点了 钱的价格现在已经上当 这个苗子的管理是以后增产的一个关键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下雨 鱼烙形成了一把苗子淹死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高温 高温就容易引起日多病 还有中间的碳菊病 造成落化落果 这是一个减产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金箱交易市场上干辣椒价格怎样呢 在金箱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 辣椒交易区记者看到 这里的店铺大楼空着 几乎没什么交易 十分冷清 广场上成交完正在装车的货都是次品货 这位发货老板告诉记者 今年干辣椒涨得快 前期辣椒消化了不少存货 现在金箱已经过了干辣交易期 市面几乎是看不到好货 好货都存在冷库里 在金箱另一个农产品物流员 记者在干辣区域转了一圈 仅发现有一个店铺正在发货 店铺老板姓李 李老板告诉记者 这些辣椒品种叫大板椒 来自内蒙古开鲁县 去年3.8元 现在7.5元涨了近一倍 因为金箱地区早已经收不到货了 他就从外地进货再转手赚差价 干交好货 他这里还有十几顿朝天椒精品 有客户给到11元 他没有出手 目前没有个好价格 他不打算出售 我看早了 看早就堵一下 给大蒜要不堵一下就挣几个钱了 不过李老板也十分担心 干辣椒行情如果变差 将给他带来巨大风险 辣椒跟大蒜一样都有周期性的 16年都费差了 16年从起步到掉到4块多 那16年也赔了什么情况 一年赔了一货都赔了几百万 我一年也吹了 我赔了200万一货 大蒜辣椒重建了12年 辣椒价格最猛 最贵的一年 感觉做辣椒比大蒜稍微的要麻烦一些 麻烦一点 对 为什么因为辣椒这个今年量比较少 所以买货的话 没有大蒜买的 没有买大蒜那个快 王啸天是金香辣椒经纪人 他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他明显感觉到辣椒库存量在减少 金香是辣椒冷库最多的地区 在县城周边 随处都可见到一排排的冷库厂房 目前金香的辣椒库存量变化有多大呢 记者跟随王啸天进入一家储存商的冷库 记者看到 库立铁架子上密密麻麻的码 放着装满了辣椒的编织袋 仅有几排架子是空的 这位储存商说 他四个库里只有两个库干椒 今年收的比去年少多了 上个月卖了一百多吨就不想再卖了 跟随辣椒经纪人王啸天 记者又进入金香一家比较大的 现代化辣椒冷库 这家冷库的负责人介绍 他们的冷库主要为辣椒消费大客户储备辣椒 今年客户消费辣椒形式不乐观 去年在复兴冷库存了有九个洞 今年下来只存了有五个洞不到 才存四个半洞 因为没有存 今年前后就几乎就没有市场就不再上货了 过半年以后一直都是消耗的 都是冷库里面的 李继峰是全国辣椒产销联盟理事长 中国辣椒网创始人 专注辣椒行业数据研究分析十余年 李继峰统计 干辣椒2018年到2019年间 行情一直呈上涨趋势 尤其是朝天椒系列 和去年同期比价格高涨 数据显示 自2018年10月产地干辣椒上市以来 就开启了涨价模式 特别是春节过后干辣椒价格上涨迅猛 对于价格上涨的原因李继峰分析 这是干辣椒总体供应量出现 供求失衡的市场局面造成的 一是面积上由于近年 三英椒等制干系列辣椒价格低迷 老百姓种植积极性受挫 再加上辣椒种植劳动强度大 年轻一代打工员比劳作收入高 造成劳动力减少 以至2018年初辣椒种植面积 较往年减少了25% 第二 在产量上 去年夏天与烙和高温带来的 病虫害等多种因素 造成干辣椒收获季节减产 减产幅度较正常年份约30% 双减 一个是面积减少 第二个是产量减少 造成了总的攻击量减少 那么就今年的库存量来看 以金箱为例 它去年的库存量大约在5.3万吨 那么今年的库存量大约在3.5万吨 那么河南的林营加车城 去年的库存量13.8万吨 然后今年的库存量在9.9万吨 总体减少幅度库存量在35%左右 此外 我过今年4月份 在印度进口的辣椒进口量萎缩 也是此次干辣椒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 3月24号河南浙城辣椒价格行情 精品三英椒交易价格 每经是10.3到10.5元 统货每经是9.5到9.8元 最近一周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3月24号山东京乡辣椒价格行情 精品三英椒交易价格是 每经10.3到10.5元 统货每经是9.6元左右 相对上一个交易日是持平的状态 这几天的干辣椒的行情 基本是稳定的 记者咨询了多位业内人士 他们就分析说 干辣椒这一块 由于春节过后 短期上涨幅度过猛 那经过阶段性调整以后 干辣椒的价格上涨的空间 不会太大 近年来干辣椒的价格 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本轮辣椒价格上涨 受极端天气影响多一些 是比较特别的 业内人士还提醒说 椒农们应该理性种植 不要盲目跟风 同时也提醒干辣椒库存商们 也同样应该理性地面对市场 不要盲目 捂货 吸售 五一假期一天变四天 是否打乱了您的出行计划 哪些地点迅速升弯 成为了热门 哪些地点又需要您 立即报名抓紧抢票 机票 酒店 价格 是否出现了上涨 现在购买火车票 又是否来得及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好 最近几天啊 有关今年五一长假的消息呢 是让很多朋友兴奋不已 的确因为今年五一长假 安排呢做了调整 是五月一号到四号 一共有四天的假期 哇 惬意的小长假呢 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 那您该打算如何度过呢 是立即挑选 适合五月份出游的 国内旅游地点 还是说打算来一趟 逾越的出国游 而要现在制定计划 比方说开始订机票 火车票 以及酒店住宿的话 还来得及吗 价格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涨还是跌了呢 有关这些问题呢 我们的记者将会进行调查 以供大家出行参考 到时候欢迎大家 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